一安巅峰赛 关羽四连超凡 代飞队友 晋级全国25名 顺便超过自己的同事 轩然成为国服第一关羽 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 一安关羽 关羽是怎么在巅峰赛轻松乱杀的 双方选完英雄 阵容如上 同队还有个国服嫦娥 进入游戏 一安准备去看一下 对面打野是什么开 司马懿却一动不动 准备走的一安 回去点他一道 你别不动啊 接着 对面入侵野区 半血的干将 差点被吸尸击杀 没关系 一安紧接着来了个一诺行为 啊 我这算不算是 我这算不算是把队友给杀了 一分半 嫦娥升到四级 上路抓吕布 嫦娥把吕布打残 一安随后一刀收下领布 两分半 一安把马超顶到干将面前 干将顿时就慌了 立马顶了出去 一安看到倒酒的鸭子飞了 问干将什么意思 干将你什么意思 你血量那么健康 是我上波把你开始 你生气了吗 三分多钟 中路团战 这一波不得了 把对面团灭 兄弟们一波了 五分半 下路找马超单条 同为五虎将 关羽还是略胜一筹 六分半 中路再次爆发团战 对面除了马超 无疑幸运 死亡一刀斩了 接着对面复活以后 还想要打架 一安正好在红霸湖潮了 一锅绕后 再拿两个人 啊 你这敢闪掉 我爽死了 加大分这吧 九分钟 一安在桑齐众的草里晃悠 想来一波完美操作 可是还没有等着操作 就被对面直接开了 哇操 这不是应该是个正常的草吗 我给里面转转转 对面直接来开我了 我靠 十二分钟 上路和孙上香被对面包围了 其实对面是被一安包围了 这一波直接好取四连超凡 14分钟 中路团战 先是打残了吕布 司马懿表演大便活人 落地被秒 残血的马超还想跑 一安快马加鞭 追上去塔下收下马超 最后一波 一安再拿两个人头 战绩15-2 关羽战力成功超过轩然登顶国服第一 打人就行了 打人就行了 把人杀就一波了 关羽战力成功超过轩然登顶国服第一 死一个死一个 给打给打给打 一死一死 59 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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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NOT 好 拿來幫你咪咪 拿來幫你咪咪 劉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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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兵也分多啦劉咪